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y you in me 你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 半个宇宙的路径 都不足以阻挡我 我又无价可归一般的伤感 你却又像太阳一样 炙热的温暖 穿越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爱着的感觉 我是微信追随星星的爱恋 你是飞过小星星的明年的危险 流浪过几千万光年 只为被你发现 永恒为我留言 是我求方总的 之前 我工作的餐厅出了问题 是方总帮我出面解围的 我为了感谢她 就请她帮我招进了F集团 方总说过 作为一名总裁 会对每一位员工表示关怀 各位总裁对员工表示关怀是理所当然的 你要当这是公司的福利 在工作中 方总对我没有任何暧昧 我对方总 也没有其他感情 你一会儿让我开心 一会儿又让我失望 一会儿我又担心你会出事 一会儿又让我担心你会被毒死 你为什么总是要去影响我 为什么总影响我 关于我们恋爱的所有消息 都是假的 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准你看着她 也不准你对她笑 更不准你喜欢她 你属我女朋友 你只能看着我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的一切 她说的是真的吗 对呀 说的是真的 方总 你为什么帮她呢 你为什么帮她呢 说一下吧 不是真的吗 是啊 让我们解释一下吧 柴小姐刚刚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慈善 我想 方总对于柴小姐的帮助 也算是一种慈善吧 希望大家把注意力 放在公益事业上 谢谢 走吧 终于解释了 终于解释了 谢谢你 没什么 你转告方冷 我走了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过来吗 在你来之前 方冷已经选了我 她知道 只要我陪她走完这一圈 媒体的注意力 就会从你们的绯闻 转到我们的新恋情上 不管这个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明明是我动跟手指就能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偏偏叫你来呢 要知道这种场合 可不是你这种人该露面的 不就是个破样会吗 我见过的大场面多了 因为我要让你记住今晚 我要让你亲口承认你跟方冷没有任何关系 我还要让你记住你根本就不配得到方冷的感情 她也绝对不会爱上你 柴小姐 下次主动送上门勾引方冷的时候 最好想想今晚 我没勾引她 你 这个耳光是因为你抢了她 滚 给我道歉 你还以为你是以前那个柴小妻吗 敢在这儿对我耀武扬威 方冷早就 用不上她保护 我自己就可以打你 你肯打我 放手 怎么回事 没手伤吧 没事 可能柴小姐对我有些意见 你胡说 是 是她先打的我 别说了 你为什么不信我呢 真的是她先打的我 要不然你去查监控啊 你可以回去了 真的你别不信我啊 真的是她先打我的 柴小妻 对 感谢今天你来帮我 但 但 但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你明白吗 走吧 你就是想躲着我是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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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时一就跟变了人似的 明明之前那么好 喂 妈 我已经到这儿了 好 我先不跟你说了 拜拜 小七 方烈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是我家赞助的慈善活动 让我过来测个数 我 我过来处理一件事情 处理完我先走了 你脸怎么了 天太冷了 冻了 冻了 谁打的 我都打回去了 他伤得比我还重 是不是我哥欺负你了 不是 你误会了 不是你哥 是姜雪 我去叫医生过来 不用了 现场这么多人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对不起啊 我想他不是有意的 犯错的是他你倒这么钱 还是说 你真的相信他说的 觉得我过分了 依我对他的了解 陈小七他虽然有一些冲动 但他不会伤害别人的 更何况是你 我希望今晚的事 你不要放在心上 好 我不会怪他的 不过不是为了他 而是你 我去见人送送他 你还在乎他 是吗 这跟在不在乎没关系 我对他只不过是 有些莫名的心烦而已 但你们都已经忘记他了 对一个陌生人 你为什么还会有感情呢 也许是一种知觉吧 爱疯了 怎么了 可能是刚才扭伤了 你能在这儿 陪陪我吗 好 我跟江学吵架了 他打了我一巴掌 不过都结束了 别进去了 里边都是记者 一会儿再把事情闹大了 他为什么跟你吵 你 是因为我哥对不对 你干嘛 找他问清楚 如果他想找别人 以后就别来纠缠你 他没纠缠我 是我自愿的 我跟方冷的绯闻被曝光了 然后我就想着 帮他解释来着 不过以后 我估计 也不会跟他有任何纠缠 那你为什么要走 虽然晚会还没有开始 你为什么要先走啊 我本来就不该来啊 再说了 现在都闹成这样了 我再回去 别人还不知道怎么想我 是不是他们把你赶出来了 我先走了 你没错 你为什么要先走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那么相信我 为什么那么相信我 有我在 没人敢看你走 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 干嘛 以后和方总 我们要多多合作啊 是 来 干一个 田兄太多 就当他们是番茄 我一定会让他后悔的 等着 我一定会让他后悔的 好 好好好 拜拜 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那你呢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我 你说小七啊 小七是我请来的女伴 我好不容易才请来的 对了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哥说吗 说吧 说什么 就是你之前跟我提的 你忘了 我没忘 我的大脑 怎么 算了算了 我就知道你说不出口 我来听你说 哥 其实小七很早之前 就想跟你解释清楚了 虽然你俩之前在一起过 但他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感情 所以呢 你以后就别总来麻烦小七了 尤其是今天 你看这这么多记者呢 还有网上那些铺天盖地的绯闻 让他怎么办啊 他今天呢 也是 迫不得已才来帮你的 要不然和你扯着关系 他心里得有多烦呢 他就是希望你好自为之 我说话有点直啊 别往心里去 对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所以 你的意思是说 你跟我分手之后 就和我弟弟在一起了对吗 话也不能这么说 您不是也跟姜小姐在一起了吗 我和姜小姐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不起 我冒昧了 不过呢 我跟小七 是很纯粹的男女朋友关系 哥 你就别多问了 小七 还有什么话 要跟前任说的吗 没了 那我们去吃好吃的 好啊 好啊 谢谢 请 我不会跳舞 而且 方总就在那边看着我 这也太过了吧 相信我 你越在乎她 就得表现无所谓的样子 这样才够刺激她 左脚 右脚 抬头 抬头 方冷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你先去忙吧 真没想到 她竟然利用方烈来找人 她俩以前就这么亲密吗 当然没有 不过以方烈的单纯 确实很容易被人当成妻子 好吗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好多了 谢谢你啊 谢谢什么 不过 每次我给我伤害别人的时候 我都会莫名地替他内疚 也许 因为我是他弟弟吧 所以你才一直帮我 对吗 你就当是我替他弥补你的吧 别真的恨他 其实 方岚也没对我做什么 他就是讨厌我而已 其实我才发现 你还挺在乎方岚的 我一直以为你讨厌他 毕竟 他是唯一一个会支持我梦想的人 从小到大 他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他虽然不会多说什么 但我知道 他一直都在保护我 怎么了 你脸疼啊 不是 这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从我支持你梦想的时候 你要干嘛 我也有话要跟他说 我刚不都说清楚了吗 还有 现在不是你赶我 是我不想理你 如果现在不方便的话 明天下午三点 我发地址给你 你别走 我没答应你呢 喂 什么人啊 你要是害怕 我可以陪你一块去看他 不用了 我倒是要看看他能生出什么蛾子 生蛾子 生什么蛾子 就是 你是想说出妖蛾子吧 风冷 怎么了 你不会还在想那个柴小琪吧 没有 没有 你脚伤怎么样了 没事了 难道你就不想问 我今天为什么会过来帮你吗 我觉得我今天请你过来确实有些冒昧了 但如果你真的派媒体误会我们之前的关系 我不是想听你道歉 如果换成别人 你觉得我会帮他吗 我知道 你随时都能忘了我 我也知道 无论我做什么 我付出多少 我只不过是你记忆库里的一段资料而已 对你而言 我永远都是个陌生人 我为什么要自他固执呢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这么在意 以前 我跟您明明比任何人都紧 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家离这儿很近了 我自己过去吧 麻烦你停车 江小姐 我们 是不是早就认识了 你想起来了 你是不是真的想知道 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你告诉我吧 我不想亏欠你 好 明天晚上 我在这家奶茶店等你 记住 一定要来 去吧 看 nuestra家奶茶店等你 我看她的 你还没想到 看她的 还是她的 方冷为什么还是要约我呢 会不会是我一把他气着了 他就把我重新想起来了 你当人类的脑子是气球呢 一中气就能用 方冷都跟你分手了 肯定是要接上最后一面算清楚呗 算什么呀 这你就不懂了 人类的男女在分手前都会清算一次 该吵的吵该骂的骂 有的还会抱头痛哭呢 反正把亏欠对方的都算完了 才能分 我猜这大概是一种仪式吧 可是我不见得什么呀 那这样算起来 我信号器还在他身上吗 对呀 你们都要分手了 要是再不把信号器拿回来 以后你就没机会了 你说的简单 他要是不心动 我怎么能赶紧到信号器呢 要是乱取会伤到他呢 那我们也不能一直留在这儿啊 难道你还嫌放冷不够讨厌你啊 那怎么办嘛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其他办法能让他心动的那种吗 让人心跳加速的方法 查询中 有了 什么 壮阳肾宝片 让他心跳一整天 壮阳肾宝片 这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呀 这是网上排名第一的广告 无色无味无伤害 人类的广告总不会吓谎吧 也 也行吧 先生您的东西 嗯 到了到了进去 你好请问您有预约吗 哦我找方了 啊这边请 知道了 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还没有结束之前 就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请问两位需要点餐吗 不用了 等等给我两杯水 谢谢啊 好的请等一下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跟我之间也不需要客气了 你跟方烈进展到哪一步了 没有啊 我跟方烈怎么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换个问题问你 你接近我身边的人 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跟你分手 怎么就不能接近方烈了 他不过就是你弟弟而已啊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跟他是家人 那请你不要利用他来招惹我 毕竟 他跟你是不一样的 他没有你那么有心机 什么 哇塞 你是不是自恋疯了呀 我跟方烈是朋友 怎么就招惹你了 再说 想要招惹你 我自己就够了 跟方烈有什么关系 来 您的水 谢谢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说吧 只要你想要的 我能给你的 我一定会满足你的 条件就是 请你以后不要再接近我 还有方烈 我知道你就是想把我赶走 用不着拿方烈当结构 等我拿到我自己的东西 留我还留不住呢 你想要拿什么 不管我要拿什么 你都答应我吗 当然 是 那如果有可能会轻轻地伤到你 我只是说有可能不会真的伤到你 您也答应我 可以 这可是你说的 那我不客气了 你干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 我会答应你 但是你得先陪我好好吃个饭 然后喝一杯 怎么样 真的 服务员 点餐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 柴小姐有什么想要点的吗 没有 就看都挺好 你 你 你来吧 你看吧 那我来这个 还有这个 好 这个 好的 还有这个 这个 差不多了 我也差不多了 好的 请稍等 不如我们来喝 我刚看见那边好像有个记者 往那边去了 在哪里啊 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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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往那边去了 你看你看 那是不是 你好 请问你有没定吗 没有啊 融化了已经 没有啊 我刚刚好看他走掉了 我没注意到 没啥 以后如果还有记者纠缠你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跟我说 因为这些绯闻是因我而起的 我要好好听你处理 嗯 知道了 那就祝你以后 不要再被我纠缠吧 也希望 我能够顺利离开 你怎么不喝啊 你刚刚说要离开 是因为我 当然不是 你先陪我喝一杯嘛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我去洗手间 啊 我 啊 为什么他要走我会心疼的 去哪儿了 啊 还不回来 他不会是发现我给他下药 然后找接口跑了吧 不行 过了今天这村没这地儿了 快怎么办 啊 你谁啊 有毛病吧 你进来干什么 嗯 别怕 我只是想让你受点刺激 让你心跳加速而已 这可是难测啊 还有什么 快 快 这 别再胡闹了 快点给我出去 这可是你说的 不管我要什么你都给 算我求你 你再帮我一次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马上给我出去 没路了吧 知道知道知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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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是不是 就是他们 不是 你们干嘛呢 有人举报 二位在公共场所干 不哑观的事 是他先强迫我的 那你还把我压强上呢 不然会被抓 是你先动手的 那你要早点从了我不就没这回事了吗 我从你 对啊 那个我们商场呢是正规商场 二位在厕所干这种事情 就不怕影响到其他人吗 都这么大个人了 也不知道控制一下自己啊 行了 那你赶紧说 我们该怎么办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不行 我找他的事还没做完呢 不能让他走 这样吧 二位呢要不认个错 然后呢写个说明 二位就可以走了 可以了 如果你诚心道歉 我就可以原谅你了 凭什么呀 是你说的什么都能给我的 我补偿你不代表 你可以为所欲为啊 谁为所欲为 行了行了 我没空听二位在这吵架 要不二位协商协商 协商好了 再跟我联系 那个 厕所的事 我可以跟你道歉 但你答应我 必须要配合我做一件事情 不然 我怕以后没机会再接见你了 你说 哦 你干嘛 你别躲啊 我还没感应呢 别碰我 不要碰我 为什么 又后悔了 不是 我好像有点 不太舒服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你这脸色看起来是有点差 是生病了吗 我看看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怎么了 不过是药有问题吧 你给我吃的什么药 就是让你心跳加速的药 网上说这药没有附作 怎么会这样 我只没想到你为了勾引我 给我吃下这种药 我不是出于那种目的 我只是想让你心跳加速而已 我又想别的事情 怎么会这样 放了 放了 都怪我 早知道把你害成这样 我就不给你吃药了 你等着 我去找医生 不要走 你去 先这样抱着我吧 我不走 那我打电话 帮你叫人 糟了 我好远把什么东西都打餐厅了 不要再乱摸了 不行 我一定要清醒 我要跟他保持距离 下一条级我真的很讨厌你 为什么你每次出现的时候就给我带来那么多麻烦 我明明是两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你总是赖着我不走 你知不知道我每次见到你我心中一团火 我恨不得把你赶得远远的 我知道 所以我才想把我的信号气拿走 我走了 你就不会那么讨厌我了 你就不会那么讨厌我了 对 我不该欣赏的 我早就不该靠近你 我的天性 对了 如果一开始没有遇见你该多好 没遇见你 我就不会救你 不会留在这儿 你也不会让我做你女朋友 你也不会一次一次地保护我 救我 我总感觉 那都是上辈子做过的事情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她了 现在的你 总让我觉得是一种幻觉 可是这种幻觉 我会让我 哪一种幻觉 我之前就会ницы 您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员已关机 您好 方冷在吗 方总他出去了 去跟茶小姐见面了 他还没回来 那他有时候去做什么吗 这个倒没有 方总只说在他结束前 不准任何人打扰 知道了 如果他回来 麻烦你转告他 就说我会一直等 喂 喂 他干什么 他还没回来 我那里有什么事 他还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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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 好像不烧了 是不是没事了 风狼 风狼 风狼醒醒 其实 这样也挺好的 你要一醒过来 肯定不会理我 可是现在要我 肯定没用了 你又不可能 重新对我心跳 小姐 我们该打样了 我等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我想再等一会儿 行吗 这 好吧 给 干什么啊 干什么啊 我一直没有找到方总 他应该不会来了 我送你回去吧 出去 您可能不清楚 方总离开前 特意说过要过来见你 还让我一定记得提醒他 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是不会爽约的 那他有让你提醒他去见柴晓琪吗 那倒没有 他们见面是方总自己安排的 我也不知道地点 我需要提醒你 见我需要提醒 见他却不需要 你觉得谁在这心里更重要啊 你觉得谁在这心里更重要啊 人的心意 是这个世上最难揣测 也最难控制的事 江小姐 您何必要为难自己呢 滚 那您保重 他想待多久 就让他待多久吧 我就不信 我争不过一个被你忘记的人 喂 记者吗 我有一个消息要宣布 我跟方冷恋爱了 本台信 朱梅花公子方冷 与江氏集团继承人 江雪的地下恋情 与一随面 两人正式确定情侣关系 江雪来了 江小姐 对于方总之前的绯闻 您会不会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这个东西 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说到底 是我要给他安全感才是 换来换去的 不都是因为没有遇到 最有安全感的另一半吗 那请问一下 你们之后有结婚的打算吗 一切看缘分 我们还暂时没有这个计划 也希望大家 给我们的感情 更多的空间 谢谢 还能再当我你几分钟吗 江雪姐在收拾咱们吧 江雪姐 能再问几个问题吗 查到昨天方总预约的餐厅了吗 好 好 我 我 你 你 柴小琪 你给我起来 嗯 不想起来 不想上班 嗯 不起来 嗯 嗯 昨天晚上我发生了什么 半夜三个的能发生什么呢 不就睡觉了 忍着我睡的 我脖子都酸了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不是给我什么药吃啊 你到底想耍什么把戏啊 如果你想要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 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聊的手段啊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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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后气没有拿呢 谁知道你那么脆弱 一直发烧 害得我连正事都没干 我还郁闷呢 什么正事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是我该担心你会对我做什么吧 你觉得我会对你做什么 二位怎么还在这儿 我一直被她缠着能回得去吗 你还赖到我身上了 我怎么不能赖在你 不行别吵了 现在的小情侣怎么都这么浮躁 住嘴 谁跟她是情侣啊 自从我遇见你 只想让过去都回忆 我要的爱没有归期 只有你 遥不可及 却心心伤心 莫名于心 借入你归期 借入你归期 想念如今 在脑海前行 你 越想逃离 越想逃离 越忍痛牵 越忍痛牵 在这证定了具体 安放最火热的心 凝望着眼前的你 我的爱无处遁惜 从我遇见你 从我遇见你 只想让过去都回忆 每天都是这样 轻轻 只会关于我和你 无法再骗自己 请给我相信的勇气 我要的爱没有归期 只有你 哪怕是本来都剧情 还有你